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回上半年的业绩 其实是截截九亿 财烈 其实是做得相对上不错 还有第二点是亦有增加牌息 加上未来很多产品都会告诉大家 是会加价的 因为始终你要看很多的成本 无论你是做一些食品也好 或者做很多 甚至工业方面 其实成本其实也有一个挺大的压力 能不能够将成本转加得到 亦都反映得出公司的产品定价能力 其实往往预视了 未来的产品其实都会加价 所以如果你要收回内需型的股份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中国黄黄 其实也是值得去考虑 本来想着昨天就占下来 可以低一点的 只不过今天就又比较做得强一点的 短期 向上 我又觉得你今天抽回上去4% 再占下来就不容易了 你向上就看着 7.3 或者7.5 这些水平 但向下 反而你塞下来今天的低位 我觉得就应该要先移出来 你连今天的低位就 6.67 都塞下来 先移出来 反而就再等低一点 我要6.2 这些水平 可以进行一个指示 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部署 短期来说 因为今天就抽回上去 我又看它高一点 看看它7.3 这些位 就先到不到 7.3 或者7.5 我觉得其实是有力 其实都不出力 因为你看回它 7月中去到这个 12月左右的水平 这些水平 都会维持着 相互的水平 相对上强的表现 我觉得其实内需股 有机会 近期乘着大市的走势 来说可能做强一点 其实也不需要 大家可以去去留意一下 就是中国黄黄